歡迎收看 我是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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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WTO姐妹妹 哲經哥我可以很大聲的講 是 我人生到現在 最大最大的成就 就是 我克服了看牙醫這件事 是不是 好難 真的 為什麼要克服這件事呢 我跟你講 我因為我小時候遇到一個不好的牙醫師 解困 超害怕 你知道嗎 我只要聽到那個磚牙的那個聲音的時候 我就這樣 全身僵硬 然後後來我是遇到一個很棒的醫師 因為我必須要把以前那個醫生 他做不好的牙齒 全部都重新換 我一次換八顆 然後中間有好幾顆牙齒 需要抽神經 然後那個醫生因為他很帥 是因為帥的關係 所以讓你克服了 不會是今天這一位吧 那個時候可能高醫師他很年輕 對 所以牙齒很重要 是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八位新主委員 也是注意牙齒 歡迎你們 謝謝 歡迎大家 也歡迎姚安婕 大家好 歡迎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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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在錄影之前 要做了一件 讓大家都覺得很害怕的事情 就是口腔檢查 對 讓大家去看牙醫 對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去看個VC啊 來洗牌 這裡是哪裡啊 牙醫 牙醫 沒有嗎 你最可怕的 怕怕的這個地方 我是來看帥哥的 是嗎 我 你要看牙醫 我來幫他講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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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糟糕啊 不要怕啦 不要怕啦 沒有今天沒有 不要怕啦 對啊 因為是兩個人 這樣 好 好 對 有幾乎的事情 會把亞洲病 要一起睡 不要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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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第一次我 我壓一說壓中病 我以為 因為我是在台灣才知道 壓中病是什麼 然後我以為 我以為為什麼 壓到亞洲才有壓中病 因為 幫你一次我會診察 但是 還是 還是 會有助養 現在清潔的 看起來覺得清潔得滿好的 所以 並沒有發現 大概沒有太多發言 嚴重 其實摩養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強 我看一下等一下都知道 我的牙齒好像 一些都拚拚沼默的 我往後面一點就 你往後面一點就 你往後面一點就 等一下 等一下 OK 我不要看耶 你覺得好噁心喔 目前看起來 牙齒並名是 蛀牙的問題 因為如果有蛀牙的問題 會在 X光臉 牙齒上面裡面 有一個黑色的風 有四顆致齒 不過也都是 長得上幾個致齒 都沒有看到蛀牙 不過有看到幾個地方 比較沒有 舒乾淨的 OK 要拔牙就來 你不用拔牙 不用拔牙 不要擔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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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戴口罩對不對 好 我很香 我剛剛很懂 很香 你在擔心什麼 戴口罩 香香 有點形象 就是 目前都沒有看到 我們蜘蛛牙的東西 其實這邊有一天 所以 會在這邊 比較容易有一些 細菌的堆積 哇 哇 哇 你看看喔 在那個牙醫的診間 有人這個神色自若 有些人就緊張得要死 是 但是接下來讓大家更緊張了 是的 對就是拿這個 口腔檢查的報告書 欸 這邊寫出來的東西 都是不好的啦 對 什麼摩準結實腳牙缺牙 一大堆的 但是這邊的名單會重複喔 耶 不是說只有一個而已喔 會有好幾個喔 對 沒有錯 誰的咬牙的面積 磨損 有磨損的 剛剛 有講喔 對 有一個咬牙員 磨牙員 對 是嗎 我是遺傳到我爸啦 磨牙會遺傳 真的 我兒子兩歲就 嚇到我 可是磨牙是不是壓力大啊 可能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對啊 還是缺鈣 其實我 有時候不自覺也會咬牙切齒 就是會 不自覺不是睡覺 比如說你想買一個什麼東西 昌明哥不給你買就 嗯 對啊 所以到底是不是絲絲呢 對 這就是妳就對了齁 可是妳那個磨牙要小心喔 好像磨到最後的話也是 會越來越短 牙齒會越來越短 對 會壞掉 牙結石堆積 Oh my God 牙結石就是細菌堆在牙齒周圍堆久了 變成硬的東西 好噁心 所以說大家如果去洗牙 洗到時候有時候會有一顆一顆的跑出來 對 並不是因為牙齒被磨掉 白白的或嚴重會變綠綠的 對 黑色的 對 我有一個病人在美國的時候 我洗了大概洗了兩個多小時以後 很多結石吐出來 結果他跟我說 醫師Doctor靠 你這個洗完以後啊 我瘦了兩公斤 當然是那麼誇張 但是真的是很多結石 他也是會讓你嘴有口臭的 對 沒錯 那是細菌堆久了 到底是誰牙結石堆積了 沒有這個 沒有 沒有 還有一位是誰呢 可是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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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戴牙套的時候 是不是很容易有堆積那個問題 對 剛剛我看一下 也許他的X光片 可能裡面有放一些維持器 對 他那個比較不好清 要比別人多花時間 後面啊 我是戴這個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後排有帶維持器 所以一根鐵絲固定在後面 所以他會咬住髒口 比較難刷 對 刷不到 那不是故意的 伯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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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來 夾牙 夾牙 有夾牙的喔 夾牙會喔 那妳有夾牙 我都掉了 妳都掉了 不會是金的吧 第二個人是誰呢 小比 不要先害我 小比妳這麼驚訝 妳不小心 妳自己有沒有知道 我有假牙嗎 妳有直牙嗎 妳自己不知道 怎麼會假牙 這個感覺會假牙 不是妳不知道 假牙 直牙嗎 持罐嗎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持罐 第二個是直牙 有沒有 我好像是持罐 那可能有一個 一個而已啦 一個而已 我覺得還好啦 我是整口都是假的 真的嗎 我只有五顆是自己的牙齒 其他的都是全磁罐 對 人家上下都是 可是 雅瑩姐妳是為了美觀 還是說真的牙本質是不好的 基本上我 從小時候牙齒就不是很好 而且我跟妳一樣 我以前超怕看牙醫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以前為了省錢 她就帶我去那種 有一點類似 沒錯 她是專門做牙齒的 而不是牙醫 對 妳知道嗎 所以她自己就可以當牙醫 她沒有把我的牙齒弄好 所以後來我最後那個 牙根全部都發炎 對 然後痛到我整個受不了 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那叫缺牙的 這很多囉 缺牙的 少一顆牙齒 你有缺口的喔 這個蠻嚴重 有缺牙齒的喔 好可愛 因為太多了 我的嘴巴來說 我的 因為牙齒太多 所以拔掉喔 對 因為嘴巴太小 因為 因為牙齒跟牙齒會吵架 因為太多了 會 會 會有拔掉 會有拔掉 可以這樣嗎 對 好 來了解一下 缺牙齒 缺牙齒 有 漂亮 他牙齒看起來很漂亮 而且你剛剛在X光四顆智齒都在 是 沒錯 謝謝 那你現在被偷了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好 阿娜 對 因為是小的時候把 Eason幫我拿八顆 八顆 沒有 問題是長大之後 也需要比較多了 然後就 對啊 八顆就是 還沒出來的四顆 小的時候 然後去拿上面的四顆 所以我一半 比一半人就是少了四顆 好可怕喔 看來法國的牙齒也不可靠 好可怕喔 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 有力的 有力的 你有拔過牙齒的 你有拔過牙齒的 就算是有缺牙 就算有拔過 智齒的 可能通通都有講 1 2 3 4 5 6 智齒 6應該沒有 對 那我們要猜誰沒有 安娜沒有 安娜沒有智齒 拔掉 我一樣 現在新的觀念就是說 如果智齒沒有影響到 能夠刷得很好的話 沒有一定要把它拔掉 對 所以有智齒不能算是說 它是一種毛病 接下來這個就嚴重了 牙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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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牙周才會折死 這邊算有牙周病 真的 這個也是現在很多人的問題 對啊 但是牙周炎跟牙周病哪裡不一樣 高興 牙周炎是初期的牙齒周圍發炎 可是慢慢久了以後 發炎比較嚴重 剛剛說堆積結石久了 會把骨頭都破壞掉 就叫牙周病 美美 這個要小心 要小心喔 只有牙齦炎 這怎麼定義呢 這怎麼定義呢 牙齦跟牙周 牙齦 牙肉周圍的初期的發炎 所以這個是最初期 然後這是中 中階 然後這是嚴重的 Oh my God 怎麼突然要小心 等一下 一定要小心 你們要小心 三秒 Juice Juice 思思 小米 小米 謝謝大家 這樣子牙周病 或者是齒科的問題 也不是現在才有 對啊 各個文化就是它 各別對付的方法 是 嘗試跟知識 所以來問一下 來思思 關於這個牙齒 緬甸人會怎麼樣看 媽媽說我們人 就是正常人 會出兩次牙 就是小Baby的時候 然後長大 慢慢換掉一副 但是還有就是 還有一種人 就是有時候 不是每個會有 會有叫什麼 鏡頭牙 就是會出第三次 它會出一顆 然後媽媽說 那個鏡頭牙出來的時候 很痛 因為媽媽18歲 19歲的時候有出 所以嘴巴張開都不行 對 真的很痛 但是外婆就叫媽媽說 然後就是 就是路邊長的那個樹 對 然後去咬牠 咬牠 是哪一顆都可以 還是說感覺跟牠緣分比較深的 就是顯比較小的 因為你要咬 這是小顆不建議就對了 然後是1到7 什麼意思 就是咬 咬的時候就數1到7 咬的時候要算 1 2 3 就是心理數 到7 7秒 就算到7然後停 然後再咬一次 這樣三次 就是三次之後 然後再來咬一次 1到21 然後早晚去用 然後用的時候去咬的時候 要咬完7 7 4 9 過7好不好 然後是重點 就是咬的時候 千萬不能跟別人說 也不能跟誰說 說我要去咬了 就是早晚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他那個 啪啪教宿的主人會來找妳 不是 我也不知道媽媽說就是 大概這樣的時候 去咬就會破解 沒有用 所以要同一顆 只能咬同一顆 沒有就好 隨便你去都削就找 那別人咬過了可以嗎 不是 重點是有效嗎 有效 媽媽說 媽媽說都沒有拔掉 然後是 就是咬了這樣子 早晚 而且早晚要去用 大概兩天到最晚三天 就會好掉 而且要芭蕉樹 憋著樹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一定要芭蕉樹 不是 你咬椰子樹不方便嗎 榕樹也不方便 吃太多 應該就是智齒吧 對應該就是智齒的意思 在十七十八歲 這個年紀的青春期結束以後 然後就會有智齒出來 對 很多人以為說 就像鏡頭應該是說 這是牙齒最後面的地方 叫智齒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說法 對 但是我就問一下Juice 對 你們在布吉那法索 布吉那法索 我們那邊也有傳統的方式 我們吃完飯一定要用那個木棒 木棒 木棒 所以是很粗耶 對 很粗 這個怎麼樣剃牙 你們牙縫比較寬是不是 好粗的牙縫 對啊 我們那邊我們會用那個 有新鮮的還有那個曬乾的 喔 新鮮的比較容易咬 因為要咬成這樣 咬成鬚鬚便便 所以是這樣咬 直接咬 是刷子樣樣刷嗎 像刷子一樣 那是什麼味道 喔 有些是比較甜 有那個 甜甜的 甜甜的 喔 所以你們沒有牙刷 就是這個帶著牙刷 對 以前的人也會用 所以你們菜市場 都在賣這個東西嗎 有 有街市場都賣這個嗎 對 那你跟這個比起來 你喜歡用牙刷 還是用這個樹枝 喔 比較喜歡用這個 欸 你是覺得比較乾淨嗎 對比較乾淨 而且是有那個 算性的醫療的那個功能 喔 真的就會幫助牙刷 你要給我們看一下嗎 蛤 怎麼個刷法 我好想看喔 那你 要做動作 教我們 它是咬著 咬開 對咬著然後這樣 殺 哪有 那一隻哪一隻 哪一隻 哪一隻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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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的 你試試看那一隻新的啦 新的那個 你不要吃喔 我不要吃到 真的要很用力才可以啊 真的喔 真的喔 牙齒都咬掉了吧 真的 真的 而且我覺得 這種 這種牙齒弄法 只有在非洲看得見 我覺得可以用新鮮的 用新鮮的會比較 比較軟 比較安全 比較軟 對 超酷的耶 而且我剛剛覺得 我不喜歡用那個 牙膏的新鮮膩 可能去化學吧 這個比較乾淨 自然 比較乾淨 然後用一用 就把它囤進去嗎 我覺得應該可以囤啊 也可以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我 你現在拿著在玩 對啊 那個屑屑應該沒辦法 可是那個滋液應該沒關係 沒關係 對啊 我可以問 這個味道 跟您在那邊的味道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 那是從那邊帶來 他其實是 還過 比較好咬 一樣 我們好朋友 OK 因為這個真的很香 很香是不是 你咬的話真的就 有點 甜甜的 就有點甜 有一點點鹹 不知道是不是咬過 但覺得 就還不錯 應該是他們小豬 是不是 就很硬是吧 很硬 很硬耶 我覺得你沒有習慣的話 就要整個肌肉 那就給美美試試看 對 對 覺得那人都舒服嗎 來 問一下妹妹 你們印尼呢 我們印尼是因為 以前聽說是還沒有牙膏牙刷 他們還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是會用比較天然的東西 譬如說會用丁香 就是 丁香 丁香 那個是藥材香料 對 藥材那個 吃完東西的時候 就是會咬丁香 就是把那個口腔不好的味道 就是清掉這樣子 我今天有帶丁香來 要不要吃吃看 這好很好吃 對啊 你覺得小吃一點的 會不會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太多點牙齒會掉光光 丁香 不會不會 咬了以後會怎麼樣 就是會一點麻麻的 因為它也是中藥的一種 會香香的嗎 會香香 對 嘴巴裡香香的 有衛生紙嗎 你怎麼了 他想要吐出來 很奇怪嗎 很香 有一點辣好像 辣麻麻就是 真的會有很乾淨的感覺 那有覺得麻麻的 會 就像牙膏會加薄荷一樣的效果 應該是 對 有那種清爽的感覺 還有就是會用那個 會用檳榔 檳榔就是先炒過嘛 炒過然後磨成粉 你是說那個籽喔 對 檳榔 磨成粉 然後再抹在牙齒上 聽說這樣會比較潔白 就是用手去這樣子 對 用手去 沾那個粉 對 然後還有就是用檳榔葉 檳榔葉呢 我們就是檳榔葉嘛 煮過的時候 就煮到10分鐘 那煮過10分鐘的時候 它的水啊 煮出來的水 就可以當作漱口水漱口 漱口 不能喝 要用漱口的 對 用漱口的 然後它那個是 這個是煮過的 它那個剛剛煮過的 顏色就變了 就是我們就折一折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就是抹牙這樣 他說這樣不要結賣 是嗎 對 這個我會啊 來 我跟你講 今天有牙齒會很乾淨啊 可是應該會有一些味道吧 有 就是檳榔葉的味道 檳榔葉還好啦 就還好啦 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今天牙齒開始發白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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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生牛牙齒很乾淨啊 不用了 你看 你還給別人 對啊 那小豬讓你們呢 我們一般的話 如果第一個就是 牙齒敏感的問題 就是我們會把那個 敏感牙齒的那個牙膏 然後呢直接塗上去 然後呢可能要等三分鐘之後 就完全不會有痛的感覺 所以就可以吃 就是比較熱的東西 還有冷的飲料 都不會有痛 真的 對 然後第二個就比較特別 就是如果你要 讓牙齒比較乾淨 你就刷牙之後 你就要用三招皮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就拿一塊 然後呢你要用內側的部分 然後呢塗上去 大概這樣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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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 有人說它裡面會有一些 可以染你的牙齒比較乾淨的 真的 我一直在給抗憂鬱 你用那個冰藍 我用你的香蕉 好 那我覺得在亞洲裡面的話 對於牙齒最偏執就是日本 日本 對 聽說有 然後呢刷牙的時候 那個 不要噴水比較好 所以直接刷牙就好 不要加水 沒有那個刷牙 那個牙刷 一隻牙刷就OK的 那個牙膏 不用牙膏 這個觀念其實很正確 其實我們牙膏啊 的作用其實就是有一些 會讓你口氣清香的味道 其實最重要的是牙刷那個 力學上的作用去摩擦去把牙齒上面的 牙菌斑把它清乾淨 可是呢 剛剛有一個小豬有提到說 有些敏感性的牙齒 我們會把牙膏 塗在牙齒上 這其實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那一類型的牙膏 其實是一個要用的牙膏 所以它不是拿來刷的 它是塗的 它是要先塗 塗個幾分鐘讓它作用 對 很多人塗的這種敏感性牙膏 刷了敏感性牙膏 很快的就把它吐掉 怎麼一直都沒有作用 其實它作用的時間太短 所以你要把它塗上去一段時間讓它作用 然後呢 我們日本還有對牙膏有反應的 有反應就牙膏 牙膏就是白白的東西 但是如果用這個的話 那個牙膏的部分變紅色 所以紅色的地方 那個刷一刷就乾淨了 我們是有這個藥 它是專門特別染那個牙菌斑的 很多診所都會有 就是說哪邊有細菌它會染 因為其實你看不到 可是它用這個可以把細菌染色起來 你就知道嘴巴裡哪裡有細菌 把它清掉 這個很好耶 我覺得很好耶 可是像剛剛小豬 他有講到那個什麼美白的問題 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其實美白的功用有兩種 一種是物理學上的 比如說有些染色在外側 比如說我們用一些的打亮 可以把表面可以打亮 可是有些牙齒的染色是深層的 它真的沒有辦法利用 單純的用物理來去除 不需要用化學的 像美白的藥劑才可以 所以很難用單純這種物理性的摩擦 或者是投檳榔葉 或把它能夠去除 那生牛你們美國用什麼東西 那就這個 這算是一個刮舌器 對 這是比較專業的 但是一邊就放在口袋裡面 就一邊就有點像那個 這個木頭一樣 就比較寬的那種 就會自己戴在口袋裡面 那這樣的話你就吃完了之後 那那個你有時候沒有意識到 那舌頭上會有很多廚魚 還是骨垢之類的 廚魚 哪有什麼東西啊 你知道嗎 我會有很多 我會有很多東西 我會有很多東西 食物的殘餘啊 對 真的 但你吃了之後 那個上面很多殘餘 是嗎 渣渣 這樣就在上面 就也會影響你的口頭 不是嗎 所以這樣你就 即色 其實你會刮掉蠻多東西 那刮了之後就 特別清爽的感覺 對 口腔味道的原因有很多種 有一部分原因是從口腔來 剛剛講過有細菌 特別的豔養菌的細菌 會發酵會產生一種特別的味道 那細菌通常都在哪裡 一定要有一個凹槽 比如說蛀牙的位置 對 或是牙周邊 牙齒的周圍的位置 這個口腔的部分 還有剛剛阿山有提到一個 就是我們很多刷牙的時候 我們有刷牙用牙線 可是很多人忘了 舌頭上也是有很多細菌 其實也要去清 好 那但是呢看牙醫就像我講 我會很害怕 那大家又發生什麼小故事 是 來 安娜 發現很多人 因為我很怕很怕很怕去看牙醫 然後有 在台灣三次我就去做一個指牙 指牙 指牙 然後就 平常我牙醫就會穿 就是白色的那個衣服 下面就會穿她自己的衣服 對 然後我們去特別一個小房間 然後她穿的全部是 開搭的衣服 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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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來看到她 我就說不 然後我就回頭 然後她就跟著我說 然後她說 快來 我就找我老公 我說沒關係不用啦 沒關係沒有牙齒 也沒有痛啦 對 然後老公進去 我真的很怕 因為 我知道就是牙齒一個洞 牙齒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一直站著 然後老公聽到一些聲音 從我嘴巴出來 然後她一開始不敢問我是什麼 因為我在忙 忙得 然後我們結束之後她問 安娜 妳剛剛做主要的時候 這個聲音是什麼 然後我就跟她講 我說我在唱歌 然後她說 妳幹嘛在唱歌 我說對啊 因為那個聲音很恐怖 那個 很恐怖 我就一定要把那個聲音遮蓋一下 所以我就會 就是很 就是這樣的 可是我牙齒沒有什麼反應 她應該 應該很多人這樣吧 不然她會看我 哪有啊 剛剛安娜講說 想到另外一個 妳的職業風險 妳會不會被病患咬 有啊 大人是還好 小朋友很緊張的時候 會把牙齒咬 牙齒會咬起來 變手會受傷 可不可以用那個固定器 把嘴巴撐開 要嘛就是把嘴巴拔固定 要嘛裝一個特別的紙套 把保護住醫生的手 我也是唱歌的 所以我剛剛覺得 我一直 對啊 點頭 一定會 我也是那個 一定要唱歌在比較不會動的感覺 是我認懂她的做法 所以我有一次啊 我去旅遊 以前要弄一弄 我感覺好像有祝亞的感覺 所以弄一弄嘛 我是沒什麼感覺的 我是因為祝亞 我爸流行的時候 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那個弄一弄 那沒想到那個醫生說 我的嘴巴很嚴重 所以弄一弄 弄完之後 剛剛講的醫生說 我的嘴巴很小 但是牙齒是跟別人 跟一般人一樣多 所以那個動來動去 而且喬架的感覺 所以拔掉比較好這樣講 所以我說我是來 來檢查而已耶 對 結果要來拔牙齒 為什麼拔掉 好 然後開始拔掉的時候 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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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像四顆 拔四顆牙 你把它去做檢查對不對 然後呢 流行很痛苦很不快樂 所以你四顆拔掉 就是智齒嗎 後面的牙齒 智齒也拔掉了 我都沒有了 所以拔個 八顆 拔掉 才我的嘴巴是剛剛好的 所以你拔牙齒檢查 結果後來被拔牙齒 那他有沒有順便叫你弄鼻子 沒有齁 沒有齁 那我們來問一下 Juice的話呢 你有遇到過什麼樣奇怪的事情 我假裝 假裝不講 不會講國語的 然後 因為我從 那個護士那個掛號 到洗牙的過程 都是用英文跟他們交通 他們也沒有問我是否會講國語 對 然後 女牙醫幫我洗牙的時候 她是跟 她的那個 那個護士 聊天 她是聊她的那個 流血的經驗 她跟外國人交往的感想 他們的 跟同學的 什麼樣的 女牙醫特別喜歡開 黃牆 然後 我到最後 笑了 忍不住了 忍不住 忍不住笑了 然後 那個護士就跟我講 啊 原來你會講國語 她只是 阿而已嗎 沒有 她就說 然後大家都笑了 對 很尷尬 對啊 家裡的事都拿出來講 真的 對 可是問一下小米 你看牙醫的經驗應該很多 很多 我是很怕看牙科 小孩都生了兩個就 不是很會怕 都OK 沒有問題 有一次是剛好在我婆婆家 附近開了一個 新的牙科 因為我們是每個禮拜都去我婆婆家 想說有一次再早一天去 然後把小孩子送上去 想說不然我去 剛開幕的那個新的那邊 所以你看到新的牙科開 也想試試看 因為新的餐廳 就是他們的裝潢都很好 然後裡面的那個護士小姐都很漂亮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第一次去嘛 我就轉身這樣看了一下 嚇一跳 因為那個醫生真的非常的年輕 然後又很高 我想他很帥 我想說 我說不會吧 對不對 講說不會吧 那個是醫生嗎 然後那個護士小姐就說 對啊 是我們的醫生這樣 然後我想說 你是不是第一次來 我說是 他說那要不要先填一些資料 我就邊寫邊緊張 想說怎麼辦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 醫生這麼帥 然後這麼年輕 而且妳剛才那個表上面有這麼多 對 想說妳擔心說怎麼辦 我剛剛是不是牙齒有沒有刷得很乾淨 以婚跟未婚這一人到底要夠 對啊 然後就邊寫 想說我怎麼辦 因為我等一下要躺下去 然後那個醫生在幫我看 我們距離是不是很 close 然後就 對 光想就很害羞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好緊張 然後邊填寫資料的時候 想說 我一定要想辦法脫離這個尷尬 然後我就假裝把我的皮夾拿出來 然後就趕快翻說 跟護士小姐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今天忘了帶健保卡 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回家再拿一下 他說沒關係 我們沒有健保卡 妳先去弄 然後再補 我又不用 因為我家就補避而已 我趕快去拿一下 然後就拔腿就跑 實在沒回去過了 不敢再去了 然後我寧願就給 有一點年長的醫生 那如果是 一樣是看醫生 帥的喔 副科比較尷尬 還是牙科比較尷尬 副科 我真的覺得牙科 我覺得牙科都好棒 我覺得副科 都是牙科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牙醫 你看看喔 日本跟 因為上面我們都一樣 我覺得 這邊是牙科 然後這邊就是牙科 是 對 那我要問雅蘭姐 那如果是妳的話 妳可以 我覺得是復科吧 真的喔 會比較害羞 尤其我們公眾人物 你有時候 你去看醫生 復科醫生 會跟你聊天說 唉唷 我在電視上 常常看到你耶 看了就不尷尬嗎 好啦 那試試妳呢 我叫什麼 什麼什麼 致齒 致齒 我有拔了一個醫生 所以就是要把它拔掉比較好 然後就是拔了之後 我就跟媽媽聊天什麼的 媽媽就說 咦 牙齒有痛嗎 我說沒有痛 牙齒 媽媽就說 牙齒不痛不可以亂拔 像那個 而且我拔了之後 不可以說 這幾天不可以煮飯 不可以聞到那個油煙味 為什麼 那邊會發炎 是喔 對 用聞的也會發炎 對 會發炎 然後媽媽說牙齒連接眼睛神經很多 沒有問題不要亂拔 到時候會用到眼睛神經會不好 我原本還有牙 還有這邊沒有拔 醫生有約 然後後來聽媽媽講了之後 我就不敢拔了 我就還留著一顆 所以說剛剛我有一顆就是這樣子 對 有些人的牙齒不一定會痛 因為有些時候細菌會把牙齒 一直都鑄到神經了 神經如果都死掉 它就不一定會痛 所以很多人常常說奇怪 我說牙齒不痛啊 為什麼要抽神經 為什麼要拔牙 可是有些時候等到發炎 整個都腫起來 那就來了 因為有一些 心臟病也是透過牙齒感染的 感染的 很多細菌是 很多細菌是從口腔進到血液 然後如果心臟不好的話 會停留在心臟的瓣膜裡面 所以有一類型的心臟病 真的是會是口腔細菌 從口腔裡面來的 沒有錯 而且剛才那生有你有講說 美國都是用牙線 沒錯沒錯 比較多對不對 一定一定 因為我們從小是 因為好像跟台灣剛好是顛倒了 所以我趕過來跟老婆有點摩擦 因為我們是覺得 好你晚上很困要睡覺 那如果要選一個 牙線或是牙刷 那一定要選牙線 那你這樣子就弄好之後就可以睡覺 那如果有沒有刷牙 其實最好是刷 如果沒有也OK 如果到台灣之後就發現 欸 剛好是相反 這個不行 那一點牙線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國小時候 那個老師會跟我們講 如果有一天你們在那裡 珠北拋棄 然後在某個孤島 然後只能 只能帶一個牙線 或是牙刷的牙刷 你會選哪一個 然後我們都會 牙線 因為就是 從小就用培養 然後來這裡就發現 剛好是相反 那就問一下意思是 哪一個到底是比較重要 刷牙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一定要刷牙齒的外側面 第二個步驟 按照順序回來 從這邊刷過去以後 按照順序從咬合面刷回來 對 然後還有一個 第三個地方是 內側 所以三個面都刷到了以後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地方是 怎麼刷牙都永遠刷不到 對 牙齒跟牙齒中間 那個地方就必須要用牙線 對 所以沒有說 只能夠單純用牙線 或者單純用牙刷 一定要配合著使用 因為我跟我老婆有 有怎麼說 我會覺得我是對的 他會覺得他是對的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要選哪一個比較重要 你會選哪一個 你會選哪一個問題 我會很小心的回答 沒問題 先回答他 隨便 兩個都很重要 是沒錯 完全就是中一個 你再摸個孤島 沒有 所以 那在你現在要醫生回答這個問題 是 不管回答之後 後面的後果 他不是會說服他老婆的 對 那個不OK我們可以剪掉 不是嗎 對 那小豬你有問題 我也有一個疑問 想要請教牙醫 有人說 你吃完飯之後 就是馬上去刷牙是不好的 對不對 有些人會很怕住牙 或是很怕牙周病 吃完飯神經兮兮很緊張 趕快就刷牙 對 其實整個食物的美味都被破壞掉 對 其實刷 吃完一段時間刷 大概30分鐘之後刷 是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口腔其實有分泌一些唾液 它其實會酸卷中和 因為有些食物你吃特別是很酸性的食物 在嘴巴裡 或者是很快的去摩擦它的話 其實會把表面的會磨損 你用它酸卷中和一段時間 去中和它然後再刷也是可以 可是我好奇是韓國呢 韓國看牙齒會很貴嗎 韓國的有一句話說 對 然後我們認為 90%的人認為牙科看得很貴 然後10%的人是覺得 因為太貴了 負擔不起 所以乾脆放棄就醫 對 有這個說法 那寧可爛光也不要看醫生 對 因為那個費用它也負擔不起 所以你們在台灣看牙醫 真的你有賺到嗎 真的 感激賺到 那我帶了一個POP 韓國牙科收費 對 因為韓國很多是牙科是沒有健保的 所以教科會洗牙 台灣好像是100 200 對 因為有健保 那韓國的話是1500到2000 那第二個就是矯正跟指牙的部分 台灣大概幾萬到十幾萬 台灣七 八萬吧 對 八萬 一顆牙齒 那韓國的話大概二三十萬 這麼貴耶 一顆牙齒 對 那當然是看材質啊 但是大部分的人 因為都是基本就這麼貴 對 基本都差不多這個價格 所以我們就說 如果你的牙齒是很多指牙的人 一定是小開或是千金小姐 對 如果弄好幾顆的話 都會動不動就上百萬 所以就不是人人都能負得起的價格 所以我們都覺得它是千金小姐 那土 土土的話是台灣的政府 好像是我記得沒有錯的話是 兩歲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錢 不用錢 不平利 然後到小學的時候才要 一百塊還是兩百塊很便宜 但是在韓國的話這個也沒有健保 所以只好 一千塊 對 所以你每次怕小朋友住牙的話 要帶他去就是花一千塊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真的是 這方面的福利是做得非常的好 日本也有啊 日本也有啊 大部分的那個牙齦都有這個 然後呢 有些小朋友不喜歡 沒辦法那個圖啊 那這樣的話 那個符的東西放在那個水裡面 然後那個 那個漱口就好 漱口 那我們的想法是 嘴巴裡面有那個 那個符的 保持那個符的東西就不會蛀牙 這樣子 這樣子 真的厲害嗎 這也是這樣子嗎 醫師 符化物是目前來講 唯一能夠防止蛀牙的一種化的物 對 它的好處是 第一個是 如果有細菌症它可以殺菌 第二個符化物能夠把初期的蛀牙 蛀牙的表面它牙齒會被細菌吃掉 能夠再礦物化回來 可以 初期的可以 一個洞不行了 但初期的時候是可以的 那第三個是 它特別是能夠有預防的效果 讓牙齒的那個礦化能夠蓋強化 所以有些時候 藝術國也有 有幫助 以前是飲水中會加菩 很多國家的飲水裡面還有 有浮化物 但是因為大家如果家裡有裝濾水器的話 很多亞洲人都裝濾水器 那個就過濾掉就沒有用 或者你買瓶裝水就沒有 所以現在很強調是說 是不是在食鹽裡面 吃飯的鹽裡面加菩 台灣早期食鹽裡面是加點 狼子脖子的那個大菩子 現在它有微量的佛化物在裡面 也能夠幫助防止住眼 這麼厲害 那所以大人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這樣子 半年去塗一次 但是我看一下 那是你 要問一下 如果我修鹽裡面的福 這會不會你也是會對牙齒有幫助 對 它是經由身體來代謝的 所以很多歐洲的瑞士國家 是最早時間裡面加點的 加佛化物的 然後現在亞洲也慢慢有多的 因為我們食鹽不會吃很多 只會吃微量 對 所以對小朋友 或者是那些老人家容易蛀牙的 都有幫助 因為現在台鹽也有 台灣的現在鹽巴也有在做 這還不錯 然後我們那個女生那個 護士他們呢 要胸部一點比較好 因為 不是不是 因為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有關係 因為那個女助理 那個不是客人 那個病人 這樣那個弄一弄的時候 那個頭在全部家裡 所以 這樣的話 真的病人真的 比較那個輕鬆 沒有精疆 沒有精疆 真的 我副遊戲做這個行業 真的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女生去那邊要找誰 那那沒關係 沒有 甩腳選手開的一家亞 甩腳選手 可以去看她的那個 太黑了吧 太黑了吧 她的肌肉 可以 我不用去看 可是這不是放鬆 這是 會緊張 很緊張 很興奮 因為這個褲子也太低了吧 快量下來了 我幫你穿好 那個什麼 牛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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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然後呢 女生呢 躺著 然後那個 那個女生呢 幫他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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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果然有新的國家 幫他刷牙 這果然有新的國家 這果然有新的國家 好有新的國家 好複雜的國家 那位美美 那妳呢 在印尼看醫生比台灣看貴很多 貴很多 對 如果是掛號費的話是250塊 OK 多一百 然後那個 洗牙的話就600塊 600塊 然後拔牙的話就是400塊 400塊 然後我們有那個掛號的方式是比較特色 比較多數一點點 這個是私人的那個整首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 譬如現在台灣的話我們打電話過去 不是就是 我們排到 就照順序 幾號 那我們就去就是排幾號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是印尼的話 打電話過去 那妳先匯那個過號費 250塊匯過去給他 先匯 我先匯 他要收到錢以後 對 他就收到錢了 好像辦美國簽證 你先匯錢 對 如果你有先匯過去 那隔天我們不是去看嗎 不管幾點我過去的時候 那剛好醫生是有在看診的話 對 那我就是過去 那醫生看完 下一個就是我 我不用等 那等的就是我可以插隊 對 那醫生到錢了 他已經收到錢了 用錢去插播就對了 對 問一下緬甸 那你們呢 你的收費 像我是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拔牙大部分 拔牙都是爸爸媽媽用線幫忙拔的 這樣子 拔的 對 然後我們緬甸就是會有那個 流浪牙衣 他就是會騎著摩托車 或者是腳踏車 帶著工具 然後會去每一家問說 你們要不要拔牙 要不要用假牙 要不要補牙這樣子 對 像我們如果是去診所的話 這是診所的喔 對 這是流浪牙衣喔 這是診所的 流浪牙衣是比較便宜 OK 然後這個 洗牙450 450 對 也很貴耶 對 然後假牙的話也是 假牙要看 你的牙齒等級要些什麼 喔 所以等級是怎麼樣 1400是什麼樣的牙齒 木頭座 沒有就是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其實古代那個 真的喔 對啊 所以以前是在古代打仗的時候 打完仗的時候 很多人會到戰場上去 挖人家的牙齒 挖人家假牙起來 然後弄去賣 真的 對 這個真的好不可思議喔 所以你以前古代的假牙 都是人家 曾經人家嘴巴裡面的牙齒 對啊 醫師應該知道 對啊 醫師都知道 對啊 聽一下 來Yews 這邊 對 我們那邊要分 對 因為 另外一個也是我們那邊 我們沒有健保的 就去路 對 但是OK 全國的要 挖花費是大概 12塊 好便宜 好便宜 對 算是便宜 但是這個是功利的 私利的話比較 算是比較費一點 80塊 好貴喔 好便宜 80塊 80塊 然後要 私利要洗牙 洗牙的話 370 對 370 對 然後 拔牙齒 兩百塊 兩百塊 對 結果拔牙比較便宜 對 這是洗牙 結果拔牙 拔牙 兩百塊 比較簡單 真的 所以真的不太一樣 最後問一下祖雄 他在馬來西亞呢 馬來西亞其實也沒有健保 然後滿貴的 如果是我們有分公利跟私利 但是公利的話就是 就是服務比較普通一點 然後環境可能沒有那麼好 那普通 如果是公利的話大概是 洗牙大概是四五百塊 那如果是私利的話 可能要超過一千塊 這邊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這個牙齒 嚴格上來講 他真的是一個人健康的根本 因為你要牙齒好 你才有辦法咀嚼吃東西 你好好咀嚼你才可以 讓身體去吸收這個樣子 所以千萬不要輕忽它喔 是 所以請大家 繼續好好保護你們牙齒好不好 是的 今天送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今天的影片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